最近国际之间的大厂好流行 我就抢在竞争对手的新品发表会之前 召开他们的新品发表会 上个礼拜记得吗 是苹果跟华为 这个礼拜轮到了OpenAI跟Google了 Google明天即将召开的是开发IO大会 其中包括了有个人数位助理 听说会亮相 还有新的Gemini的版本 还有三个生成模型 有做影像有做影片的 但偏偏OpenAI就要提早它一天 就在今天 这一次释出了哪一些新品 在执行长三间齐口保密到家了 市场还是照顾在蛛丝马迹 推出了这可能有更新的ChapGPT 可能这次的GPT4 会融入了最新功能 无论如何 除了两家大厂之外 下个礼拜是微软的开发者大会 然后串联到六月 苹果的WWDC 现在开始AI热闹了 这一场的军备竞赛 君老师请您上台来 怎么选股 怎么找那个跑在最前面的黑马 对这个其实我们大概上礼拜就提到过 AI是好戏连台了 这个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捉对 厮杀 像这个OpenAI跟Google捉对厮杀 苹果跟华为还有高通也是捉对厮杀 那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军备竞赛完全没有停 这个加速在开发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各大厂疯狂建AI的资料中心 比如说像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亚马逊投资资料中心 他大概投资6.5亿 进驻这个宾州 塔伦能源这个所布建的一个库姆斯 资料中心园区 那因为这个塔伦能源 他有做核能 对你就知道这个AI多耗电 而且AI的耗电 跟一般的资料中心耗电 还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资料中心耗电是相当的稳定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这个电流的高低 这个苏配电线 这个旧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AI的部分不太一样 他这个用电的高峰 跟他会突然增加到百分之百 突然降到百分之十 所以那个对于老旧的这些苏配电 压力很大 附和不了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电需要很多 所以呢 他进驻这个园区以后 获得960MW 全天候的核能供电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依靠到核能 才可以撑得下来 就是这个网路比较发达的地方 现在是找离电比较近的地方 讲到这个塔轮能源 我们稍微看一下塔轮能源的股价 他过去这一年大概从四五十块涨到 这个上礼拜五应该收盘在106块 一年以来涨129%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AI的需求会带动这个电力 卖电的也是大赚哦 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也是大家可以注意未来的趋势 这个是亚马逊投资 他投资在离核能电厂最近的地方 另外呢三月份啊 这个微软跟OpenAI讨论要合作 考虑建一个最大的AI中心 叫做StarGate 或者有人翻译叫做星际之门 准备投资多少 1000亿美元 这个大概是比如说像微软这个这个谷歌啊 这个亚马逊啊甚至像Meta 至少是百倍以上 规模非常大 5GW它的用电量是超级巨大 5GW是什么概念 我们大概是2026年到2030年 这个四出的封场大概就5GW 真的非常多 那预计是2028年推出 目前还在讨论阶段 那为什么科技巨头封建AI的数据中心 他做这个要干什么 那么耗电也花很多钱 最重要就是他经济效益 为什么呢 1兆瓦的电力负荷大概1000度 成本大概是30到50美元 可是呢你可以创造1000万美元的收益 那你说你到底要不要做 这谁都要做嘛 所以你看到这些拼命在盖 然后呢也不管电 这个这个电价高低 反正就算在涨个五倍十倍 还是划算 那会打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回答卖晶片就好了 做军火商就好了 反正你要打 你们自己去打 我也不用去抢市场 各赚各的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大AI 各大这个企业 尤其像这些CSP 云端服务商 瘋狂的建AI的资料中心 而且目前看话 整个AI除了军备竞赛之外 他对评价有非常大的改变了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像鸿海的评价改变了 因为假如他也是凭概股 说出来真的也不会涨那么多了 就是因为他是AI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提到另外一家公司 就特斯拉 特斯拉的机会在哪里 对 这个有人形容为天作之和 灰达有晶片 特斯拉有应用 这还不是我讲的 这是大魔分析师 Jonas 总算是这个遇到知己了 遇到伯乐 他或许有看我们前线百分百的节目 因为我一直提到特斯拉 如果你把他当作电动车 你就不要买他了 但问题是他不是嘛 因为你看到其他电动车没有去做他的事情 所以事实上呢 可能未来的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评价公司的改变 他的股价就不会这个样子 他说特斯拉的汽车 要跟其他业务分开评估 这个就我认为 跟我之前的看法完全一样 他是这样评估 他说汽车的部分就电动车 大概值62美元 大概值2000亿美元 每股的估计值值62美元 对啊 现在是160几块 168 那表示如果你看汽车的话 还有的跌 但是你看一些包括他的除能业务 值38美元 那包括他一些供应链 保险等等 值44美元 可是重点来了 这些都比不过什么 他的自动驾驶 值166美元 欸妙 妙都在这里 光这个166美元的FSD 就值5000亿以上的市值 那当然你会说 有没有可能 他的这个FSD 这个复制出来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做自动驾驶 还是特斯拉最成功 其他的企业 我们之前提到过 像苹果说实在是失败的 因为真的很难做 你要自动驾驶非常困难 那这个机会是非常大 为什么大家去记得美国的这些充电架构 NACS就是北美充电架构 这是最早特斯拉提出来的 结果去年十月份 我记得丰田加入这个阵营 所以变成主流规格了 光充电你看特斯拉 或者马斯克的 至少他虽然是常常讲一些 大家觉得很奇怪的话 可是事实上他的这个有构想 这个有天才想法的人 他有时候讲话会碰轰 但是他的想法如果实现的话 那就很可观 所以他把这些加加62美元 加38美元 加44美元 加166美元 310美元 这样算一算市值会到1兆美元 现在股价是168 等于是快涨一倍 当然最主要 为什么可以涨一倍 就是FSD 那FSD加上前一段时间 中国有可能落地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虽然说你说这个 会不会泄露机密如何如何 不过因为他是跟百度合作 他的这个数据资料 会经过百度做一些筛选 可能重要的一些关键数据 比如说你少到人像什么 会把他全部删掉 再运到美国去做这个 就是FSD的训练 这后面我们再来看 好所以如果特斯拉 你现在用所谓的电动车 去定义他的话 股价太贵了 因为他只值62美元 但是如果你用自动驾驶 去定义他 只用自动驾驶 他符合目前应该有的股价 但如果汽车电池表现都不错 又有自动驾驶 就是接下来无可限量了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空间还更大 而且他这次没有纳入这个Optimus 就是他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 对很可能今年年底就到工厂 明年就会上市 另外Robot taxi也没有纳入 那这个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特斯拉的库存比较高 可是呢如果他开始推 这个Robot taxi的话 我库存都不能全部拿去做 做这个自驾计人车就好了嘛 他就没有库存问题了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后面想象空间很大 就大家可不可以去这样想而已 那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不止我们这种看法 不止我这种看法 因为我想这个本台的其他来宾 应该没有人看好特斯拉 就是他电动车不好 这个我是认为说他是AI的概念 另外呢有一个亿万富翁叫巴伦 巴伦是投资这个巴伦资本的这个创始人 对 他说呢特斯拉将超越汽车的制造 成为自动驾驶软体主要供应商 他说啊市值上看四兆美元 这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喔 他比他看的还要更乐观 对我大概比较偏向他啦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保守 因为他没有加进去这些东西嘛 所以呢目前来看我觉得特斯拉 但不是说电动车 还是一样提到AI的部分 加上呢这个创办人 马斯克是蛮多想法的 包括他这个SpecX 可能最近要IPO IPO的市值1800亿美元 所以你看其实他很多东西呢 虽然说你觉得他疯疯癫癫 这个就看你怎么看啦 但有创意的人总是看起来疯疯癫癫 像我就比较震惊一点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但是最大一个变数是什么 六月十三到股东大会要决定他的薪酬 因为决定 因为马斯克呢 他能不能控制这家特斯拉 那是一个重点 那我想这家公司能够成功 马斯克是关键 如果能够拿到他的控制权的话 我觉得未来特斯拉往AI转型 就有期待性 好特斯拉往AI转型 我要问大家以前 对于特斯拉的期待在这里 台湾很多的相关概念股 也因为这个期待展过了一波 如果他现在要转型 哪一些的概念股 会跟着转哪一些异军突起 其实呢特斯拉供应 并不好打 如果我们看电动车的话 蛮多公司的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电动车整个压力非常重 尤其中国大陆库存很高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往AI这个方向去找 那缺什么就会涨什么 上个礼拜五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我们之前提到这个Vertiv 水冷的指标 他创历史新高 又创历史新高了 这种小公司加上輝达的加持 那目前最缺的 还是在水冷这个区块 那所以我们还要看 我们的水冷供应链 只是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在操作上 有一些明明就是指标股 但他就不太会涨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有点点就是操作上呢 短线就是高不如低 舊不如新 ok 所以挑未接低的 挑新的题材的 可能空间比较大 不过长期来看的话 我想这些原来的指标呢 即使下来他空间也不会大 因为下来就会有人接 只是上去的话 因为涨太多 变成大家都在区间操作 那几檔重要指标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是双红 双红其实投入这个水冷很早 当初在这个IBM 他的这个深栏就是电脑 就是跟这个世界象棋 这个应该算是西洋棋 当时这个深栏电脑用出来 他就用这个水冷 那当时双红就把他技术买下来 他锁定这个CDU 包括水冷板做扩产的动作 他目前水冷产 全球市占率大概30% 明年泰国厂的产能已被卖完了 明年的泰国厂已经被卖完了 那准备要再扩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供不应求了 这个还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另外齐宏的部分 获得灰达GB200水冷板的认证 全球目前来看 应该只有两家 另外一家不知道 大概能够拿到的不多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技术能力算很强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水冷 基本上来讲都是客制化 灰达给你的时候 是一台机柜 那你要加上水冷你要自己加 那加的话你要拆 万一坏掉的话 灰达就不保固了 所以最好是拿到灰达认证 比较安全 水冷是你认证过的嘛 那我用起来比较安全 所以呢要得到认证相对比较好 那第四季 第四季开始 就今年年底会提供给三大CSP 像这个微软Meta等等 这个都是其中的供应链 那GB200的水冷方案 就是提供给这个三大CSP厂 另外3DVC目前他的量比较大 那大家担心说 那未来转成水冷怎么办 他的产线可以切换到水冷零组件 所以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好 但这两檔 今天看一下分时操作难度都好高 雙红今天早上本来开低 然后走高之后就回到了平盘 然后收低 其红更是差距更大 今天同样开高走低 拉高之后 竟然收今天盘中最低 散热现在不是他的局吗 操作应该要怎么因应呢 操作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目前业绩还没有起来 但是下半年应该会起来 蛮多的啦 那我们先看其中之一 我们看一下其中好了 其实其中来看的话 也包括这个有法人 因为上礼拜应该有法说啦 那其实外资是调高大 这个法人是调高大平等 不过我们就提到过 因为他之前涨太多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以一个区间操作的方式来应对 创新高不追 但是拉回到这个区间下缘 我想最差的情况下 顶多是回到季线 但是来到季线 应该是站在买方嘛 因为我觉得长期趋势是多头 那加上水冷是非常难做啦 所以呢 国内这些水冷厂商 像齐鸿 双鸿 应该都可以当作指标 来做观察 所以布局再等一等 就区间操作 就是区间操作 慢慢这个扩大价差 OK 双鸿也是同一套的逻辑吗 差不多啊 你看他的形态也是一样 目前大概就是一个高档的区间 大概七八百 接近八百五就有压力 那来到这个接近七百五 就会有支撑 大概就是一个高档的区间操作 好 就是散热雙熊艾姆勒 对 就是新的嘛 因為他原来是做汽车零组件 后来呢做这个伺服器的水冷散热器 然後獲得廣达认证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旧布局新 新好像短线涨比较多 可能第三季有机会放量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那走势 他是连续两只掌停板 今天到前坡高点附近稍微震荡 那今天是出量 可能短线整理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个缺口应该是有机会做支撑 不過你看一下 他从形态上来看的话 好像就比齐鸿雙熊來得強 艾姆勒在過去他的股性 是一支什麼樣子的股票 過去都沒有量啊 因為他主要是做汽车零组件 汽车的這個市場目前之前不太好 他能夠那麼活潑 主要是因為切入AI的這個散热 所以他轉性了嗎 就是這種概念嘛 所以如果說業績有出來 我想股價再衝一波也是有機會 好 就是艾姆勒相對比較低價 接下來高價的建設 對 那這是屬於晶片的均熱片 那當然是跟隨人板不太一樣 是均熱片 就放這個CPU GPU等等 那輝達他今年開始 他本來GPU是不放均熱片的 不過今年開始為了增加散熱的效果 所以全部增加均熱片 那當然對建設有利 因為建設本來就是AMD的概念股 AMD的這個均熱片都是用建設的 那通知輝達超維跟Intel等晶片大廠的均熱片大單 不過一樣 因為他是本來就是這個均熱片的大廠 所以股價來看的話就是盤整了一大段時間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舊的股票看起來就沒那麼強 不過季線可能不能跌破 跌破的話整體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長期趨勢還是多 不過就是本益比比較高 這建設 這回答一全 對 一全是本來不是做均熱片 跨入均熱片 那高階的均熱片 目前已經切入COVAS 就是晶片這個COVAS封裝之後 放在他的一個均熱片之上 那他是跟誰合作就工研院 這個之前紫昂老師有講過 對 他有提到過 那是聯合發表相片化的水冷散熱技術 那可以達到全全球最高千瓦散熱的水準 那已經打入美國HPC的晶片大廠 目前傳出來可能是AMD或者是輝達的H100 那我們後面看他業績有沒有起來 一樣我們看他的技術面 他是創高留個缺口 那稍微回測一下又創高又回個缺口 所以看起來的形態也是比建設來得強 就是我們提到有點高不如低 這個舊不如新的概念 那目前來看花花牆 月線持續往上走 這個缺口區附近 應該就可以留意了 而且他目前均熱片佔 他的營收比重已經到兩層 所以想像空間還蠻大的 因為這種你知道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產品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雙紅的水冷櫃 大概就這個樣子 他下面的是一個CDU CDU就是這個液冷的分配系統 另外呢就是水冷板 那他會有風扇呢 目前是水對氣的一種散熱方式 那這是機櫃嘛 就整個機櫃的樣子 那雙紅其中 他們都基本上都所有的都可以做 那可以當作這個散熱的指標 另外這是一拳的均熱片 就是把晶片放在這個地方 那他就是相變化的這個水冷的模組 那基本上來講他裡面是 你看這個其實不大 那裡面呢他可以透過就是水變成氣 然後呢散熱以後再變成水 所以呢就是這樣循環散熱 這麼小的規格 像建設跟一拳的技術能力算蠻強的 因為他是直接放在這個 應該說晶片放在上面 不管是CPU啊這個GPU等等 所以這個想像空間也大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想散熱目前的需求還是非常大 目前還供不應求 否則這個尼德科也不會擴廠十倍 光這個想像空間就非常大 所以呢AI來看的話 其中關鍵零組件 散熱是指標之一 了解 好 謝謝君老師 請先回座 這是從今天開始 包括晚上OpenAI 明天的Google 下個禮拜的微軟 一直延伸到六月的WWDC AI勢必都是重中之重 可能延伸出哪一些的商機 這一場軍備競賽 誰有優勢 各股題材操作策略 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要來擴大格局 來看到這一場中美的戰爭 美國現在打算 對中國進行新一波的關稅大戰了 打到誰 但是誰有機會從中得利 休息一下 關心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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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